比较重要就是说我们有讲了几道那个比较进阶的类型 那这也有些是同学问的问题 包含就是说呢 就是寻找与判断那个负零到负九 他那个逻辑非常复杂 所以我想了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写的简单一点的话 有时候跑个回圈 有时候因为他刚好是连续的 如果是连续的 OK 那如果是刚好是负零 然后中间可能断了几个 不连续的话那就没办法 或者他连续但是什么 02468 2468类似这样的 你后面step可以加一个step 可能是step2 OK预设是step1 对不对 那这样是也OK 可是如果不是有一个逻辑性的话 那这就没办法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写程式就是 你要去思考也没有一个 可以让他简短的 不过刚开始 你但也许先把问题解决了 那慢慢再去把程式写得更好 有时候是后面再把它补上的 程式有时候没办法一次 第一次就把它写的完美 可能不太容易了 OK 所以慢慢要斟酌 所以有时候 常常想一个东西 正常会在脑海里面不断不断的 可能就为了要把那件事情做好 那个程式写好 那你就会经常连那个 平常可能吃饭的时候 或者睡 睡觉的时候都有可能 想说怎么把它写得更好 如果你有这种精神的话 你要把程式写好 那当然没有问题 不过有的时候我讲过了 强调一点就是说 写程式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乐趣 一种兴趣 你喜欢他 那你不会排斥 你只是希望把一个问题解决 那当然你就会愿意花时间 OK 所以那对我来说 其实写程式大概会有这部分成分 所以我不会把它当成好像我的工作 OK 即便是我的工作 我也想说我怎么样把它做的更好 对不对 毕竟做更好 感觉自己也舒服 不是因为别人要求 你是自己要求自己 OK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会把想要把程式写得更好 因为你做的效率 一定就比别人好太多了 一劳永逸啦 所以我常想说 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一劳永逸的 把一件事情全部以后呢 就不需要再动脑筋了 那就是你可能 目前来看工作里面 你如果只是会用那些什么 那个滑鼠键盘在那边点来点去 你永远都不可能增加你的效率 所以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怎么样把工作效率提高 我帮你把VBA学好 这是第一个药物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有关 相关的我有再补充一些 有关的那个 云端的范例 包含什么浏览器的那个什么 使用次数的统计 把用VBA做排序等等的 那这部分其实 可能可以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说你如果用枢纽分析 枢纽分析表去做 类似的动作 但是你可能还是要做很多动作 才有办法把一键完成 那个报表 因为其实枢纽分析表 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先把你的那个资料正规化 那所谓的正规化就是说 你要符合枢纽 那个枢纽分析表 他要的那种格式 基本上就是 类似资料库的那种 你不能说乱七八二资料 你丢给苏纽分析表 要分析表 不然不行 你一定要是正规化过 所以可能就比较符合是 资料库的那种资料表 比如说栏位啊 一定要有个Key 那个Key的话 可能就编号吧 字路之类的 那他第二个就是说 会把里面的资料做什么 你可以用栏用列 然后里面的话 中间要统计什么东西 那基本上他会帮你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之后呢 多半就是 你要是加总机就三米夫 如果你要记几次的话 就是康里夫 就比较常用类似像这样 但问题是你做好 苏纽分析表 说你还是要再做后续 比如说排名 他里面就没办法排名 那怎么办 你可能还要再把它 再另外新增一个工作 把它贴过去 再做一次 所以其实 导步干脆一劳永逸的方法 还是用VBA比较快 所以上个礼拜 我有举几个例子 其实都放在那个单元01里面 所以有一 就浏览器的次数 使用次数的统计 二的话呢 就是各类 那个 那个个股文件类别查询 那里面可能比较重要 就是说 如果你的查询的栏不在低栏 你可以不要用V的环数 你可以用多卡环数 然后呢 将来如果你要一键完成的话 其实你可以 用什么用丢公式的 就是在入门班里面我们提过的 或者后续的话 你可以 再加一些进阶的技巧 城市上面都有了 所以回去的话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另外的话呢 第三题 我们最后没有讲到 不过我这一题可能 要讲的蛮花时间的 所以这部分就给各位当练习点 那我大概demo一下 其实他这个做完 就类似像这样 基本上呢 你把云端上面的范例题下载下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统计几个东西 点击数 跟点击率 OK 然后呢 最后我希望呢在旁边做一个 报表 自动帮我统计呢 哪一个 那个股票 他的点击是 数最高 是几次 另外的话 他的排名是排 怎么去排名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里面 股票带号Ctrl向下 里面有 3000多笔记录 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他点击的 那个点一次就算一个 那可是这么多资料里面 我怎么知道 点台泥的 点亚泥的 点什么什么 哪一个是最多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是要一键完成 那个报表的产生的话 基本上 我再demo一下 这个是做完成的 基本上我是 这边这两栏是丢公式 然后呢 最后再把这两栏的 再把这股票代号 就是这里 这一栏 跟 还有什么 股票名称 就这两栏怎么样 把它复制过来 他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他会有重复的东西 比如台泥台泥 一直台泥 那就是 过来之后移除重复 上礼拜有讲过 那个城市其实还蛮容易的 就两行 你把用两栏Ctrl A 跟Ctrl B 你可以copy copy过来的话 你就是给他一个 其实的位置就好了 OK 其实位置H是H1 如果你是用范围的复制的话 这 概念也差不多 这上一拜 讲的 这里面其实就可以拍上用场 另外的话 还有 复制 如果你贴的是公式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什么 选择性贴 那你知道还蛮好 其实都不用被特别称式 就是哪个Range 点什么Parse Special就可以 然后 你把它空一格之后的话 他会列一个清单 问你说你要 选就是Parse Special是选择性贴上 那空一格他会列个清单 你只要找那个XLValue 就可以 Value指的就是 你只要贴上尺 OK 那我demo一下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 按下他 一键就可以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这边先统计出来 最后结果就帮我算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当然会有重复的资料 里面当然这个我是用Conif 去这个 UserClick 应该是从UserClick里面 去找到点击次数 所以呢我们是 在什么在Conif 找什么 找根据文件的编号 去找什么呢 找那个 我们的UserClick 就是这个工作表里面 他是点击 文件编号 有没有 这边有个文件编号 Criteria 如果是这个的话 那帮我把它Conif 不过呢 因为这边会有很多的 就是都是台泥的 所以你会发现 有的有零 有的有资料 那而且重复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 算点击率就是说 把他的点击率除以全部的点击率 全部点击率把它全部加起来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代号部分 这两栏的资料把它放过来 那放过来之后呢 因为台泥一直重复 亚尼一直重复 可以怎么样 把它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的点击 这个点击数把它全部加 怎么全部加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把 把这边的 Sumif 把什么呢 把这边的资料 有没有 Range的话呢 指的就是 我要判断的范围是 根据台泥嘛 所以这边 应该是判断的范围在这里 所以把那个 应该是根据这个 根据 根据 我们的 H criteria 代号 当然你根据台泥的名称也可以 那根据这个范围 所以根据A栏的范围里面 如果他是这个代号的话 那帮我把什么呢 把D加起来 就是点击次数帮我加起来 OK那加总的结果 就会帮我全部加在这边 那台泥有121次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那个我们的 呃 这个排名 用那个RangeEQ把它全部做出来 OK 大概这样 那我把那个 清楚 大概程式的部分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因为 呃 上个礼拜有些东西有讲过 所以我就想说 也许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程式好了 好 那细节部分的话 请各位回去 自己再找个时间 你再把它足以练习过 那基本上呢 我们大概就是 如果要写类似像这样一键完成的话 那第一个 我们就是分别怎么样 分别在 跟这样 应该是 这边 所以我基本上 我把它按F8B1 股票名称这几个 其实 如果你要自动丢的话 因为我这边上面也有了 所以 我这几行 我基本上其实可以把它注解掉 因为 最早 如果你要更 这个 一键完成所有的程式的话 那基本上 你甚至可以 上面的栏位名称 都可以用什么 足行去加 那我这边的话 股票 名称 有没有 这边B1 这个也是动态加的 不过已经加了 我就 我就直接来看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呢 我们基本上要让他全部跑完 所以我先抓到他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这个其实还蛮重要 那最下面一列根据哪一个呢 根据A1向下追踪 OK 这个向下追踪 那我刚刚看到好像3500多笔吧 然后他做什么呢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 我知道已经有3539笔 那以往呢 如果他丢公式 前面讲过就是 会跑一个回圈 比如for I等于第二列到 第R列就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把D栏里面 丢什么 丢公式 然后我们最早是这样讲 就是 把这个conve的公式丢进来 OK 然后一栏的话呢 就是把他加总的公式丢进来 OK 那不过 这边为什么你会发现 我改写成下面的这种模式 那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特别注意 这一题比较 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 上面的写法其实也不 没有没有不 不OK 只是跟下面的比的话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下面的写法 他的效率 执行的效率呢 至少是上面写法的 两倍以上效率 OK 各位有没有看 看得出哪边的差异吗 那上面的写法就是我们早期的写法 for i 等于 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一直让他重复跑 那 可是这种是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的丢 那下面这种写法 跟上面这种写法 最大的差别是 我 基本上呢 就是两行 这个 第一行指的就是说 我先丢一个公式 到哪里呢 到这个储存格 那第二行是做什么呢 就是跟我们早期一样 点两下的意思 这样的意思 OK 跑回圈跟这种方式比起来的话 其实这个的效率 会比那个跑回圈的效率 我试过 好像至少会快两倍以上 因为我设一个那个计时器 不是我旁边弄的马表 我这就是真的是算那个time timer的时间 发现 因为这个题目也是同学问的 他说老师为什么 这个城市跑 怎么跑那么久 他第一个就说老师 有没有办法把 城市做那个最佳化 所以以后 如果你们遇到什么的丢公式 到储存格里面 让他执行的话 除了可以用我们原来教的方法 如果你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你用丢公式发现 奇怪 怎么老师跑好久 因为他这边有3500多笔 那如果你的笔数是几千 甚至几万笔的话 那上面这种写法 他跑起来就很辛苦 他是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 慢慢的丢 那你会发现 越多笔数 上面的写法越慢 那下面的写法是笔数越多 他跑起来越快 所以你们可以试一下 以后如果你遇到那种几十万笔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写下面的方法 看得懂 应该看得懂意思吧 有没有 这个是上面我们写法 for i 这个也是把公式丢进去 这个是把这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并且把依然做格式化了 那我这个下面的写法是 也是一样先丢一个公式过来 但是直接就执行 就是Auto Fill Auto Fill填满 自动填满的范围高 从第二到第一的最下面一列 哎有没有 你会发现 Auto Fill 也就是说你将来写的话 第一个 一样把公式丢进去 那只是差别是你这边 要是点什么呢 自动填满 所以你要可能Range里面有一个叫 Auto Fill 但你不用记全部 我讲过点下去 他会有清单提示 那你只要记得 因为他不是中文的 那你就记英文 Auto Fill 应该自动填满 应该蛮好记得 那差别是说 你把它点两下之后 他按空白键 他会 因为你自动填满要告诉他说 你要从哪个范 哪个开始 到哪个结束填满 对 所以我们要填满 就是从 第二吧 到他的最下面 第一的最下面 所以叙述方法就是什么 用Range 然后刮弧什么 D2一样是固定的 到D的最下面一个 可能是什么3500多 但你这个数字可能会变动 所以我们上面已经有个R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个R放到他的后面 所以结束 AND加一个R 这样子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吧 OK 所以 这边的写法 这一题比较重要是最佳话 OK 那入门方法我是没有特别提的 因为我觉得入门班 应该大家处理的资料 还没有那么多 所以不会特别强调 那这一题的话是 如果你会有效率上的问题的话 我是建议你学下面这种写法 OK 那所以 这个D就解决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改 把原来逐个Sales的填写 改成下面这边 那依然的话就改成下面这边 OK 所以一样把公式丢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这边自动填满 Auto Fill OK 然后他就会填了 然后再一样把 储存第一个公式 有没有 所以第一个公式丢进来 丢到这边来 有没有 所以丢第一个就好了 所以丢第一个等于是你把公式直接 就放 你原来填的贴到那个Range的后面就好了 所以你原来填的第一个 就直接把他贴到这边来就OK了 贴到哪一个Range就OK了 所以其实 之前还要改什么I 这边不用改 直接把那个第一个的公式贴上 OK 然后向下填满的话就Auto Fill 然后再来怎么样 因为 储存格格式 如果我要涨的像这样的话 0.00.00这种百分比的话 那你就再把Lumber 4Mate Local 加上去 这个好像我们路门班有提过就是说 这个是 有点像是你把它全选 按右键出称格式 然后你就是在制定这边加一个 如果你要涨的像这样 然后00.00.00 百分之多少 渠道小限第几位 你可以再把格式加上去 OK 那接下来的话 然后后面这边 比如说我今天已经把 点击数跟点击率都算完 那再来就是要报表 有没有 那报表里面当然就要先把 股票代号跟股票名称call过来 所以call的话还记得怎么call 有没有 我们上个礼拜才讲过 这个非常的简单 有没有才一行就call过来 那当然 坊间的书籍里面有教你用录制聚集 问你一般录制聚集 有啊录下来好长一堆功 其实只要这么一行就好 所以要是你会写VBA 我是觉得你干脆就用写一行就好 你干嘛 不过说这样 不过你还是不熟 录制也是一个方法 只是阶段性 这种 所以你会发现把这两栏call到 这个 这H开头 其实就是call到哪里 HI 实际上写法就这样子 range H1就可以给他一个开头 那他也会把他的 栏位名称带过来 所以call过来 基本上其实是把这两个栏位名 盖过了 OK 然后再来什么 移除重复 特别注意 上个礼拜才讲过 你可以根据H跟I欄做什么 移除重复 那其实就是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 叫做remove duplicate 其实 而且 这个remove duplicate也不用备 我讲过 不过column range不用 去除瓜瓜 但是column跟sale sales这个一定对啊 你就把他打一个R开R 然后他有个remove remove OK 大概打一个RE remove M OK 这样就出来了 remove duplicate 然后呢 你就把他选取一下 点两下 他当然会问你几个问题 空格啦 其实我建议跟慢慢有习惯就是说 你在打过程当中要学习 让那个清单出现 你不要硬打 因为硬打很多同学都自己硬是拼出那些字 但是其中一个字拼错了 成就卡住了 那如果你用选的是绝对不会错的 因为那是他提供给你的那个里面的方法 然后面的话他问你说你移除重复要根据哪一栏 所以你可以什么打一个colons 好有没有 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 c 如果你不会拼的话 你可以什么 这个这个 出底字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他的引述哦 所以你可以打colons 冒号等于 冒号等于就是你要传 跟他讲说 这两 那这个两栏里面的话 哪一栏 好当成是你移除重复的根据 当然就是h跟i 我是根据h 那h是这里面的第一栏 ok 那他接下来问你说那黑的有没有 哎有的话你就是yes 所以 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什么再打一个什么xl yes就可以了 ok yes 你这样 那不过他会出现说什么 哎要有个参数名称 所以这里的话还是要什么 给他一个黑的 所以黑的 冒号等于哦 跟他讲说哎 不过你会把他打一个参数名称 他也会自动帮你跳 让你用选的 有没有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打完了 那remove duplicate 他就会把这一 根据h栏 帮我remove掉 但是记得哦 这个后面那个刮户要补上 如果没有补上的话 他会把把你的全部的那个 其他的东西把它移除掉 所以h跟i 好补上 那补上之后 remove duplicate 给根据h栏 就是1 然后有黑的有栏位名称 这行移除 那你会发现哦 很快的 有没有 他就自动帮我把 重复的 就把它移除掉 所以呢 总共哦 移除重复之后呢 还有525 26-1 还有这么多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希望把它做什么呢 点击次数的 那个 这个这个计算的话 那其实我这边干脆用sumif 所以一样 我这边用 点击次数 就用sumif帮我加总起来 好在丢公式 那当然我这边是没有 Auto fill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比数可能比较少 所以你这边有没有 其实也可以改成上面的这种写法 有没有 就是丢第一个 然后呢 后面就Auto fill 所以如果你要把 这个地方改成像上面的话 其实这个改法的话 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这边把它注决一下 其实改法就是 第一个先丢 丢什么 丢到这个除尘格里面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range 然后跟他讲说我要丢到 追腕里面 等于什么 等于然后把那个 公式丢进去 就是如果你已经有做一个的话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呢 这边的话把那个公式直接 贴到 这个 里面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要向下填满的话 先丢第一个就好 那后面的话呢 你就是在 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Auto fill 其实就是根据跟这边一样 有没有 这个的 所以以后你可以拿一个当范本 这个 下面的话呢 那里面有点像 点 点两下 那叫Auto fill Auto fill 在这里 但是你要跟他讲 Distination 从哪边到哪边的范围 那就是range 其实更快的方法 你刚才拿这个 这个来改 这个是开头 冒号 到他的J的最下面列 那最下面列的话 当然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个R 这边R在上面 所以 and R OK 这样就可以了 上面已经有个R了 拿这个R放在这边 就OK了 所以呢 这样的写法的话呢 哎 向下填满 他的效率 相对的会是比较快一点点 不过他格式好像没带下 OK 那再来的话排名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要把上面这种改写的话 基本上 我们一样可以拿什么 你先干脆拿这两个来改 OK 或者你可以拿这个Ctrl C 然后这边的话呢 再来就J K 也就是这边的话 通通把它改成K就可以了 然后丢什么公式呢 一样拿这边 把这个公式Ctrl C 然后再把这个公式 直接贴到这个K的 K1的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 所以不用改 像之前跑回去 还要改里面的I 这个地方不需要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把它上下 这样子自动再往下填满 我可能要跟 这个格式部分 可能要自己再把它稍微修正一下 其他的话呢 最后就是按照什么 按照名次排序 不过上面的 刚刚我是丢的位置 是不是丢出 应该是J2才对 所以这边可能漏掉 这边可能要改一下 J2 从第二列开始丢到J1的话 反而会出错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可能 当然你们等一下注意一下 其他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排序 就完成这一点 那这个部分的话 给各位当参考 那程式部分的话呢 也比较冗长 所以回去的话 有时间自己稍微看一下 细节部分 所以做类似像这样 那今天的话 我想 我们就 因为我们还有预期的进度 我们先从那个 工作表合并开始好了 那请各位 先帮我 下载这个好了 就是104 捐款明细 那这个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他是 他希望把每个年度的那个捐款明细 全部汇整在一个总表 那以前的做法是 1月的复制贴到总表 2月的复制贴到总表 那可是问题 你每个月每个月这么多工作表 你要逐个逐个的去贴 其实相当麻烦 那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 他是希望说 老师我希望我按一下 这个按钮 他就自动帮我把 每个月的那些资料 自动合并成一个总表 他就不需要慢慢去call了 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样去做完这件事情 其实这一题 工作上遇到了蛮多的 就是多工作表合并的需求 然后外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